8月27日备受关注的金刚宝宝终于诞生 恰好与郭金金就爱甜亮同天生日引起众人唏嘘一遍 当天郭金金丈夫获取纲微博报喜 真是宣布儿子的到来 微博中透露爱子3.3公斤母子平安 并承诺稍后将公布宝宝照片 如今金刚的爱情迟今诞生 一家人幸福甜蜜 不过西看两人的爱情之旅却并非一帆风顺可谓被子当头 下面就让我们翻着小板凳一起来盘念一下金刚那些年那些事 跳水皇后郭金金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连夺两枚金牌后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美丽聪慧的她与跳水王子甜亮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金童玉女 亮金金组合成为美坛 不过两人恋情最终无疾而终 让无数粉丝玻璃心碎了一地 随后不久郭金金访港表演 或起刚化身小粉丝展开猛烈追求 一个月成功俘获金金芳心 虽然是一段美好的感情 但两人一开始始终三间其口拒绝回应 直到2005年1月两人现身香港发型屋被媒体围堵 霍启刚与郭金金大方牵手恋情才正式曝光 两人在一起 至今9年也一直是媒体追访的焦点 也一直没有摆脱被子头的命运 金刚从2004年相恋到2012年大婚期间 被分手共十余次 婚后被婚变一次 原因五花八门一次比一次劲爆 2006年可谓是两人的被分手最旺一年 该年4月霍启刚与郭金金首次被传分手 有消息指霍启刚与旧外卢田儿就情复制 并曝光了两人到铜锣湾唱卡拉OK的照片 而忙于为08年奥运训练的郭金金 也被指与队友胡家关系亲密 之后因为二人正常交往传闻不公自破 两人好景不长 十月两人在传情变 霍启刚被爆偷心亚视性感女优 因为无人证实传闻不了了之 虽然霍启刚偷心传闻不断 郭金金命会某男消息也络绎不绝 但两人始终甜蜜相守 用行动一次又一次粉碎了被分手谣言 自从金刚链曝光后 各路体育记者娱乐记者联合围剿 想要没有个花边新闻什么的都很难 不过幸好两人感情坚实 经受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联合监督 直到2012年11月 两人发出精美电子勤俭 花费1500万港币 在霍家大宅 广州南沙酒店 香港湾仔会展中心酒店 连续举办三天婚宴 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这条坎坷情路终于修成正果 可惜大婚这番幸福甜蜜的景象 并未拦住外界的纷纷猜测 霍晶晶霍起刚婚后一个月就被爆出 霍起刚在私人游艇上与内地90后女星 无停上演海战门 导致新婚妻子郭金金情绪激动 直接从厨房飞出菜刀 差点削掉霍起刚的耳朵 场面相当凶险 不过如今看来 这场金刚飞刀的全五行传闻 应该是无中生有的吧 二十新日出生的金刚宝宝 就是最好的证明 分辨传闻刚刚平息 金刚被怀孕被缠责 传闻又随之而来 世纪婚礼后 霍起刚郭金金立即前往国外度蜜月 造人问题也早已列入计划 郭金金更公开承认造人不设防 于是被怀孕就成了婚后 逐渐暴端的最主要话题 今年四月 霍正廷被媒体求证时 难掩荣生爷爷的开心之情 但仍然闭口不认 五月朱玲玲接受访问时大方承认 郭金金怀孕传闻终得证实 终于在外界苦等一个礼拜后 金刚宝宝鼓鼓鼓坠地 被怀孕被缠子话题随之告一段落 据起今年六月 霍家已准备试制 与两亿港变的独立屋作为礼物 打造宝宝王国 足可见对金刚宝宝的重视程度 郭金金本来就深得霍家人喜爱 现在又有一子在手 豪门上男的地位 想来将来更加不可撼动 纵观郭金金霍起刚的情感之旅 郭金金从跳水冠军 一步步成功蜕变成优雅的豪门阔台 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场真实版的豪门嘟啦啦 郭金金用切身体会 为广大想要嫁入豪门的女性朋友 做了很好的榜样 因为自己迎来了终身的幸福 金刚链的未来之路 或许依然会遍布外界的诸多猜测 难脱被子传闻 但只要两人不过外界声音所影响 幸福甜蜜自会长久 小编也在这里祝福金刚一家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